我们继续疯从东方来 胡歌凭借今年出色的罢评表现 拿下了娱乐盛典的年度娱乐影响力 人物奖不仅是在粉丝间人气高 在同行里也是人气王 后场是走哪都能呼朋引伴 风声扑扑地来到当了红毯仪式的后场区 胡歌遇上了也刚刚赶到的齐薇和李承轩夫妇 一见面就聊开了 告别了七位夫妇 胡歌太上红毯 人气之高可想而知 更是吸引了媒体的现场围追堵截 不过面对冷门问题 梅宗主可极致了 大概两位的网友问你 今天上海那么冷的没有穿冲 没有穿冲 没有毛巾 谢谢 谢谢 昨晚红毯来的休息区 胡歌似乎是有点饿了 见着手边的橘子 立马抓起来一个就开吃 而且吃起来根本没有偶像包袱呀 我已经包好了 我可以等会先吃 可以啊 我可以吃啊 橘子吃得如此霸气 让现场的工作人员们 看得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胡歌倒是不以为然 我吃的是橘子 我又没有吃不该吃的 胡歌简直是个大写的搞笑boy 人缘好那是一定的啦 于是原本空空的休息室 才过了几分钟就塞满了人 导演孔生 李雪 外加王乐军 王凯 进洞 这根本就是伪装着和狼牙榜的剧组聚会吧 王凯忙着和大家合照须旧 胡歌和进洞则是在一边比起了身高 好不容易三人 同场导演立马提议三兄弟来个合影 粉丝们准备好收照片了吗 星游的在线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能够呼朋影伴的何止是胡歌艺人呢 其实啊 真正能够邀集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齐聚一堂的是我们星游在线呢 15周年来啊 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很多明星的沉沉浮浮 同时呢 也是见证了我们娱乐圈的大事小事 都说陪伴是最长期的告白 不知道观众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们一直走下去呢 明年如果我们的盛典再举办 各位还愿意来看吗 相信答案一定是肯定的